嗨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频道就是我的爱用口红枝专柜篇篇 我记得我上一篇应该在大半年以前 而且出完之后我还答应过大家说我的专柜篇一定会出来 一言即出 四马能追 但是我这一匹马追了大半年 但始终还是来了 每一支我喜欢的都是我觉得有属于它自己的一个亮点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给你们分享了 当然前提就是没有任何是网告 大家完全放心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记着跟我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只要给你们分享就是这一支City的Red House Susan 它这个是去年的一个新品吧 然后它整体外包装非常狂野 很是我的财 虽然我外表新唇 但是我另心很狂野 然后像它这支颜色呢是偏橘调的一个红棕色 整体呢也是非常顺滑 然后饱和度也很够 好 现在我们来上唇 上唇之前呢跟大家交代一下 我自身呢是属于浅唇 在上唇之前呢我稍微用底妆遮盖一下 上唇也是非常的丝滑 上一层整体的一个饱和度也很高 我的习惯呢就是用手指把边缘开 现在呢就是薄涂一层的效果是属于那种很元气 但同时又蛮显白的一个橘红色 就是你日常这样涂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我们再厚涂一下 我非常喜欢它的一个这个唇膏的形状 就它这个唇膏的形状很利用 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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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心好痛啊 让我的唇膏头变形了 好 现在呢就是后涂完的一个颜色 整体就是非常的显白 我感觉我涂完之后整个肤色就亮了一个独油 然后我觉得它的膏体呢我非常喜欢 就是它越涂到后面就是越丝滑 我觉得它属于那种奶油慕斯质地 虽然它是雾面 但是你涂完之后完全不会干 而且我觉得像这支色号呢它是不挑肤色的 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图都非常OK 这支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今天要分享个口红呢 我都替大家试过整体 每一支都是属于非常好卸的 不会有那种很难卸的情况 第二只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植村秀的这个LSRD163 它整体外包装是属于这种红色亚克力的感觉 我还蛮喜欢的 它手里挺有质感的 然后它呢是属于一支非常正的一支草莓红 就是我手里所有口红中 我觉得最接近草莓红的一个颜色 然后像它的质地的话是属于七光的质地 整体非常水润 虽然是属于比较水润的那一刮 但是它整体的一个显示度很高 你们看刚刚试完色的口红 它整体的膏体也是变得非常的水润嘟嘟的感觉 好 我们现在来上唇 看 这么水润 整体的一个颜色保护度也是非常高 颜色真的很嫩 现在呢就是薄涂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它就是非常日常 会显得人非常透 像这个薄涂的颜色呢 就是你平常素颜是完全OK的 而且它整体的一个质地很舒服 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厚涂 这厚涂之后呢 它整体的一个草莓感就更明显了 所以它整体是属于水润刮和口红 但是它的一个持妆力度其实还不错 就是不会说马上就掉这种 然后你涂完之后那一整体的一天的一个 唇部状态是蛮舒服的 第三这要不要分享就是Hourglass去年的圣诞限量 然后色号是I will forever 然后整体的管身呢是属于这种银管 然后开口这里是属于塑料的一个颗 像它的颜色呢就是一只非常衬肤色 然后很显白的一个橘红色 另外呢质地也是非常的顺滑 很饱和度也很高 它这个管口有点小 就是涂起来速度可能会慢一点 好 现在呢就是它的一个上唇的颜色 我们前面第一支是的那支CT的 我们发现其实两支都是偏橘调的一个红色 不过它这个颜色会更偏橘一点 然后CT那支是更偏红棕一点 我觉得像这种偏橘棕调的颜色 都很适合亚洲女生来涂 都是比较衬肤色的 就它这个橘色我用这么多次 我总觉得它这个橘色就是恰到好处 就是你可以在秋冬天涂它 就是也是秋冬感十足 当然你也可以夏天涂它 因为它也是秋冬感中又带一点活力的感觉 接下来分享第四支呢 就是Chanel的山茶花系列的棕红山茶花色号是627 它整体的外包装质感也是非常好看 我就喜欢这种极简的 然后像它这瓶盖呢也有个山茶花logo 像这一支的话 是我在前一阵子的视频跟大家分享过 它所有的山茶花的色号 我最爱的就是这一支 它整体的颜色呢是非常浓郁复古的棕红色 而且它整体质量呢非常顺滑 颜色饱和度也很高 用它的时候呢轻轻的手一弹 就开了 现在呢我们就来上唇试色 别看它颜色那么浓郁啊 但其实它薄涂也是挺日常的 看现在呢就是薄涂一层的颜色 整体也是属于很体气色 而且不会很浓郁夸张的这一种 但是我发现我前面卸了几次 我这嘴唇已经开始起皮了 现在呢猛的就要来了 它真实的面目 丁 现在呢就是一个厚涂碗的感觉 是不是整体气质就成熟了 然后它这个颜色真的很秋冬 虽然现在是春天 但是天气还是蛮冷的啦 像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种红棕色的 很显气质 复古又优雅 然后它质地非常舒服 就属于很丝滑的慕丝质地 假如你本身就是喜欢那种红棕色系的口红的话 可以试一试 因为无论它的颜色还是整体质地 外包装我都觉得很不错 第五只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Cucci的这一支碎花口红 我觉得它外包装非常是我的菜 我刚很多评价 有人觉得它这个外包装很土 但是我还觉得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嘛 我觉得非常适合Cucci的它整体的一个调性 然后我这支色号呢是25 我觉得它颜色是属于那种非常嫩的一个 稀有色 很春夏 然后它的膏体呢也属于非常滋润 涂出来的颜色会很清透 涂上这一支Cucci25 你就是清纯美眉 本眉 也就是显得让人非常清纯 然后给人就是非常清透的感觉 之前呢我看啊 就是功课嘛 有些人说它不挑皮 但是我觉得它是挺挑皮的 虽然它是偏橘调的 但我觉得像黄皮图可能会显存 假如你几乎是比较偏白一点的话 我觉得涂上去还是非常好看的 假如肤色比较深的话 我还是不太推荐了 另外呢像这一支唇膏的质地也是非常的滋润的 让你的唇部一直保持一个比较薄满的状态 然后像这个颜色你平常就是素颜 不用化妆 单独也会非常好看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就是Shirt Tilbury的细管口红 这支色号呢是Walk of Shine 像Walk of Shine这个颜色呢都是属于那种偏棕调的一个豆沙色 非常知性优雅又很日常 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一支Walk of Shine 但是这支呢同样很好看 因为它们两颜色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吧 就是质地上一些区别 像这个的话是比较偏雅光的 然后这个是比较偏滋润的 像细管因为它是属于滋润的 所以它的显色度没有说像常规款的那么高 就是每一次涂这个Walk of Shine我都不会失望 因为都太好看了 它这个豆沙色就完全就是恰当好处 非常日常 当我每天不知道我该涂什么颜色的时候 我就会选择这个色号 无论是这个版本还是这个常规版本都非常好看 就是假如你不喜欢雅光质地的口红 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细管水润的 当然它这个雅光也是完全不会干 而整体饱和度的话相对于这个会更高一点 另外我觉得像这支口红也是 它这个颜色是不调年龄层次的 20岁到妈妈辈的 都是可以的 假如你是想送给妈妈一支口红的话 我非常推荐就是Walk of Shine的细管 因为我觉得像妈妈辈的话 可能会比较喜欢滋润眼的口红 那么好了 我们这一次的爱用口红分享